你以为换上另一副面貌 改成另一个身份 往日的罪孽 就能一笔勾销了 我也不想写稿了 我就直接口播吧 就是很多学友啊 最近的跑到直播间 问我 哎呀云哥你对 原神4.8的剧情怎么看呢 我说啊 我怎么看 我拿眼睛看 是吧 我已经说过了 如果不是为了打打单子 挣点钱呢 原神我都不上了 我自己的号现在已经不上了 日常我都不清了 我就准备呢 以后原神就是更新了剧情 如果有好看的 我上来看一看 没有好看的呢 我就不打了 以玩绝取零为主啊 或者玩别的游戏 像最近刚出那个有街无间 也挺好玩的 他摞一摞手游这些 就是说实在的 不想再吃原神的黑流量了 但是呢 没办法 不吃原神的黑流量吧 哎呀 视频就没有流量 大家也可以看到 最近呢 做了几个这种 日常像的 试图轻松幽默搞笑一点的这种 属于是模仿累哥吧 但是没有人看啊 没人看 没什么流量 然后大家都跑到直播间来问 然后呢 今天早上啊 大概就是个 五六点 六七点 这么个样子 有时有时跑到直播间来就问了 哎呀 云哥你看这个 阿米游士 官方的这个帖子 玩家都去冲了 这个 骂策划 骂那个原神 说什么 把那个文案必须开除 然后紧接着就是很多脏话 大体内容呢 主要就是对原神不满 然后 就是对这一段 散别人洗白 然后呢 散别人的这个戏份 然后对于主角 主角的刻画 觉得把主角刻画的有点智障 非常的 这个过程非常的不满 然后大家呢 就都跑到这个 官号的这个 帖子下边去 留言 要求开除策划 开除什么文案 要直播道歉 早上九点 云哥下播的时候呢 这个帖子是五十万 五十万条留言 然后现在已经冲到六十二万了 那可能在这个各位水友啊 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搞不好可能 我估计一百万都有可能啊 大家带这个节奏 那么估计就会有很多水友啊 就是说 云哥你看啊 你不跟着一起冲一下吗 是吧 冲一下蹭点流量 蹭流量吧 我是挺想蹭的 但是呢 嗯 其实这件事情在我看来呢 就是说 我跟大家的看法不一样 因为我本身呢 对于伞别人这个角色 并不讨厌啊 我也并不像大家一样 就是说 对这个角色 多么的 有什么特别的看法 其实这个话题有点复杂 咱们一点一点的来聊吧 那么 大众对于伞别人这个角色讨厌呢 就是有一些言过其实啊 有点小题大做 然后让云哥觉得呢 不太理解 就是说 对于云哥来讲 现在 无论是群里的吵架 还是这个 嗯 就是说 官号下边这个帖子的吵架 迷游社的吵架 但云哥看来 逐渐的都呈现一种 看不懂 并且呢 不理不理解 他这么一种状态 就是说 可能应该作为一个老逼登吧 年纪已经太大 然后 跟现在的年轻人之间呢 就产生了一种 这样的 隔阂 就是在云哥看来 现在的原神的这种 社区的评论呢 已经逐渐进入一种 宗教化的一种状态了 什么叫宗教化呢 就是很狂热 然后 党同伐异吧 就是说 玩家 就是 其实沉默的是大多数嘛 对于原神支持的大多数 有很多人 没有太多时间去 混这个饭圈 然后 去社区吵架 很多现冲的学友呢 他 平时随便玩一玩 然后就忙着工作 忙着上班 大多数人没有那个时间 去在原神的这个社区 跟其他人 哎 整天去吵架 来 是吧 去 就是说 对于他们观点不同的人 哎 我就要辱骂你 然后对于观点相同的人呢 哎 我们 是吧 建个群 然后大家组个队 然后 是吧 一起去冲谁啊 哎 谁跟我们的这个说法不一样了 我们大家快去骂他 这种状态 明哥吧 不理解 然后这种 就是说宗教化的这种行为呢 会逐渐的磨正起来 然后把原神这个游戏呢 就是说 给推向一个比较危险的 这么一种状态 然后沉默的大多数呢 可能逐渐的 厌倦了这种社区的氛围 然后 逐渐就不玩走了 然后剩下的可能 是吧 都是一群就是 感觉 比较奇怪啊 在云哥看来非常奇怪 就是说 花这个时间去冲 那么在云哥看来呢 就这种行为 对自身到底 会有什么样的收益呢 就是说他原神 作为一个 游戏 你骂他之前 肯定是代表 你对他曾经有喜爱 然后现在呢 因为讨厌这个角色 然后 很多玩家在社区表示 哎 我从 这个米白变成米黑了 然后我讨厌这个游戏了 讨厌就不玩不行吗 就像云哥一样 就讨厌我就 不玩不看 因为你玩这个游戏 最开始的目的 不就是为了高兴吗 那么我们说回这个剧情 对于散兵这种反派 然后洗白的这种 就是说反派 然后改席归正了 学好了 然后 加入主角团阵营了 然后开始跟人一起旅行了 那么这样的剧情 其实在很多动漫游戏里都有 然后在原神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 节奏就特别大 那么在云哥看来 可能确实是编剧 在很多细节上处理的 也不到位 直接让这个散兵 进到世界树里 然后篡改全世界的记忆了 然后他自己要把自己 抹消掉 把自己删除 然后后来呢 又被主角 被草神 给救回来了 然后从此以后 改邪归正 化名阿茂 加入草神大人的麾下 成为了一个 可以说 正派阵营的一个角色了 那么很多玩家就不接受 觉得像这种反派 然后做个多端 然后呢 他怎么杀这么多人 然后他怎么说洗白就洗白了 他也没有赎罪 他也没有怎么样 很多玩家不理解 那么这个说实在的 其实就是一个属于一个 社会性的难题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社会性的难题 就是因为现实生活之中 确实存在很多这种情况 然后像云哥 早些年也玩过一个游戏 叫侠客风云传 然后那里边有一个角色 他就是曾经是一个富商 然后他的家人呢 被一个坏人 全全给杀了 土路满门了 然后他呢 就想去报仇 找这个人 想把这个人呢 整死 给家里人呢 报仇 野国怎么样呢 去找了他之后 发现这个曾经作恶多端 这个坏人吧 哎 不知道是摔了 还是让人打了 他失忆了 失忆了 然后呢 去到了一个 就是说陌生的城市 然后城镇 一个小村庄 陌生的村庄 然后重新开始了 然后并且重新开始之后呢 哎 他变成一个好人了 跟在当地呢 跟这个是吧 当地人生活得非常的幸福美满 然后这个富商呢 终于找到了这个人 看到他呢 哎呀 重新变成了一个好人 这个富商他懵了 哎 你说是杀他 还是不杀他呢 如果说杀他呢 他现在是一个好人 如果说不杀他呢 是吧 怎么给自己的老婆孩子报仇呢 然后这个富商呢 他就出家了 然后变成一个和尚 然后法号无颠 然后在这个 侠客凤云传这个游戏里 是吧 哎 估计有可能有些水柔也玩过啊 那么这个散片的剧情呢 在云哥看来 其实就有这么一个意味 其实他多多少少 带着一些禅意啊 这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 就是当年佛学进入中国的时候 是吧 嗯 就讲的就是大概 大概这些东西 就是人要放下过去啊 重新开始啊 众生平等啊 是吧 哎 过去有很多事 也就算了 一笔勾销了 然后现在就这么重新开始了 再一笔胡逗账 是吧 那你看哎 这样的丝绸 是吧 这样的思想 能够在这个国内 可以说 嗯 当时非常流行 就是因为他存在这种社会需求 那么现在的佛学呢 其实已经是被改 被篡改过的 现在的佛学说 哎 讲究什么 因果论呢 然后 哎 今生怎么 修缮呢 下辈子就有好的这个 生活啊 然后 哎 这辈子生活不好啊 因为上辈子你作恶了 是吧 就有这样的说法 然后变成现在的这么一个佛学的模样 所以说这个 嗯 情况逐渐就不一样了 因为这就是什么呢 在实际生活当中 如果说 很多事都像这样 哎 直接就可以你的作恶 是吧 你干那些坏事 然后直接就可以一笔勾销了 然后就从今开始了 是吧 哎 你就直接改头换面了 哎 那那可行了 那那所有人都是吧 无所谓了 是吧 我今天作恶了 我明天从今开始了 我住行无常了 我住法无我了 我明天涅槃寂静了 我就不用付出代价了 那这社会就乱套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原神我觉得他可能这段剧情也是在讨论这种复杂纠结的这种社会性矛盾 只不过就是写开始写的时候呢 想要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但观众理解的是另外一个样子 观众觉得你他妈 就是就是说你把一个反派 一个就是做个多端反派 你给说写好就写好了 然后你整个这个过程 然后散别人他感觉好像没有受到相应的惩罚 他应该去是吧 之前他害过的那些人 驾门口下跪啊 还是说是吧 让人打一顿呢 还是说怎么样 让人关起来啊 反正就是他得给他设计一个很惨的这样一个画面 然后赎罪 或者说他就是把人家里人都整死了 他能不能复活去啊 是吧 反正就是这么一样一个过程 然后 但是编剧呢 他并没有展现这样的剧情 所以说有很多玩家他就觉得不能接受 给玩家呢 留下了攻击他们的一个口实 也让这次玩家就是说宗教化的这种狂热行为吧 给他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么玩家呢 就抓住这样一个机会呢 在原神的这么一个社区里 去倾泻他们自己生活之中本来存在的一些怒火 那可能 每个人生活之中吧 都遇到过类似于散鼻人这样的人 然后 玩家在与他们就是说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 然后得到了一些不好的反馈 或者说觉得这样的故事情节有备于他自身受到的一个教育和观念 于是呢 就发生了这么一个事 然后开始去冲这个官方 但是在云哥看来 这也没什么用 就是说 我觉得原神作为了一个出其中 在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下行 然后玩家都有 是吧 不光玩家啊 就是说所有 全社会所有人都存在怨气 都存在负面情绪 并且无处宣泄的这么一个时候 然后原神成为了这么一个出其中 那本质在云哥看来的这种行为吧 就是属于是巨婴行为 就是觉得这个社会应该围着他转 然后当社会不能满足他 就这个世界不能满足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小愿望的时候呢 就要开始作闹耍 然后觉得怎么怎么样 这个说实在的 大体应该存在于年纪比较小吧 当然其实也不是说年纪小的就都这样 只不过就是可能从小家里人惯的比较的 保护的比较好 然后在长大之后突然发现 这个社会他这个世界他怎么是这样的 他不像我在家里 我在家里我一啄一闹 怎么 是吧就什么都有了 那我走到走向社会以后怎么 我现在左闹我盖楼我耍对吧 我斗争 我最后我要达成一个我什么样虚无缥缈的一个目的 在云哥看来没啥意思 反正就是说假如我现在啊 我去元神关号下边骂 骂完之后 给我分套房 那我天天啥也不干 我就绷着那个社区下边我能骂到那个可以说啊 骂到我吐血为止 但是问题是没有啊 你再怎么去骂对于米哈有没有任何变化 喜欢的人还是会默默支持 并且你也找不到那些人在哪 不喜欢的人 那可能早就扭头走了不玩了 对吧 所以说就这种行为你们跑到直播间来啊 云哥你来解读一下 你来你对这个事怎么看 在云哥看来元神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大家呢可能也玩了今年的这个吓活了 他其实整体的设计呢 就是说什么画面哎幻想大陆清新是吧 亮丽然后呢 像过去啊很多就是说黑深残的那种场景和画面呢 他不见的他就不做了 然后整个的这个画面不论是 就从去年到现在吧 就已经很少再有那种像冤霞宫这种比较黑深残的这样的场景 都是哎清新的草地啊 幻想的大陆啊 童话的风格 并且大家也可以看到他以后也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设计这个游戏 然后剧情呢就是哎比较何嘉欢 哎呀我原来我是个坏人 然后我现在认识到自己错误了 我要改正 你改正吧 我们大家都也都接纳你 大家你重新开始吧 就这样的剧情 是吧 他不像之前那种哎我重离是吧 见证者为见证而生什么守护这个花 什么花下大地啊什么这种 这个剧情的调性他现在已经改变了 他不是之前那个样子了 那么玩家你说我觉得不满意 你不满意可以啊 你去玩星球铁道 你去玩杰区零 你去玩明朝 对吧 无所谓 就对于元神项目组来讲 我无所谓 我就是怎么样呢我要重新刻画这个大世界 我要刻画属于米哈游 元神他自己该有的这样的一个幻想清新 温馨治愈的这样一个风格 所以说他的故事和角色都会就是逐渐朝这些不硬核的 不硬核 云哥比较喜欢那种硬核的那种角色 就一看就很酷炫是吧 什么走到哪 什么胳膊里藏把刀啊 什么胯下直接能那个啊 掏出一把锤子砍人 劈人砸人 就比较酷炫这种角色 但元神不是啊 元神他就是要做清新的这种 然后他原有的角色也给他做清新 他以后要做的角色也要做清新 就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说你接受 那你就接着玩 你不接受 你像云哥这样退坑 你骂你骂你的呗 反正我们来删屏 是吧 你把你的评论给删他 控他 评论区锁他 玩家啊 你删我 你删我更骂你 我就骂你 我上上上上那个评论区去 刷屏去刷屏去 云哥也看了 刷屏骂 最后有什么用呢 最后对你自身到底有什么提升呢 对于云哥来讲 我做这个视频 我水完了 有播放量的话 我能拿个一二百块钱 没有播放量 可能拿个一二十三五十 就这样 但是最起码 就是可能像云哥这种思想的人来讲 我觉得做事吧 归根结底 还是尽量对自己有所提升 所以说 其实我已经不想再吃元神的黑流量了 我不想再去通过骂元神去赚钱 是吧 因为这样的话 骂完我再怎么骂 我说实在最终我也不会比番薯更强 我也不想成为第二个番薯 我想成为第二个磊哥 我想像磊哥一样 我就每天游戏打打日常 今天剪了这个 明天剪了那个 今天玩的开心 夸两句 明天玩不开心 骂两句 游戏轻通小日常 是吧 玩家打开我的视频 然后呢 可以 睡个觉 吃个饭 吃盒外卖 或者是 有个什么拉屎的时候 旁边放个视频 听个响 我想做这样 我不想再像原来一样 最后跟玩家吵起来 所以说我逐渐我不想去 牵扯这些节奏 但是你 很多水友跑到支付家问我 云哥那你聊一下 这个事 那我就只能这么说 原神他就是这么一款产品 他对他自己已经 有了新的判断和认知了 对并且对他未来有 已经有了规划了 你喜欢 你就玩一玩看一看 因为他确实 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场景 他确实做的美轮美奂 让人觉得 嗯 有想象力 然后也确实 好看 所以说有很多水友 现在也跟云哥说 我现在其实最爱的 还是原神 对啊 那为什么 最爱的还是原神的 因为他 确确实实 他做到了这一点 就是我 我们看啊 最近新发的那个什么 一环 是吧 那一环的画面 其实已经相当不错了 很多方面 因为他用的是新一代引擎 其实他画面 有一部分场景 已经超越原神了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即便如此 在现在这个情况下 原神 这次更新的内容 他场景仍然是非常的 非常的美丽 非常的玄幻 美轮美奂 让云哥觉得 嗯 看呢 就是一种享受 但是虽然说 这样的画风 在云哥看来 就像奶油蛋糕 非常的甜腻 偶尔看一下 还可以 要是天天 捧着整个 云哥其实也受不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 就是这样清晰美好的事物吧 他这个创作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不错的事 那很多水友 就捧着这个散兵 哎 这个剧情这一点不放 一直反反复复的去说去骂 那到底有什么用呢 就是说原神的文案组也好 策划组也好 可能少得十几人 多得几十人 二三十个人 开出哪个编剧呢 开出哪个策划呢 是不是 这样的剧情 本来就是当初他们群体 商量出来 然后创作出来的这个玩意儿 那你说开了吗 全开了 全开了 谁干活 全开了 你下一个版本 原神谁来做 对吧 全开了 那重新招人 是不是 不太现实 所以有很多 就这种 在评论区去刷什么 开除原神策划 原神策划直播道歉 什么原神编剧 全部开除着呢 刷这些很多 都是基于不现实的这种角度 然后以一个巨婴的思维来判断 就是说你 但凡很多一个正常人的话 一般来说都是 我怎么基于这个客观的现实 我来看待这个事情 不了解的话 我去把它了解一下 而不是说 我的观点就是 天底下觉得最对的 我是无敌的 对吧 就是说很多人对于散 别人不能理解 但是云哥可以理解 云哥为什么可以理解呢 因为云哥有很相似的一个处境 就是说散别人 他作为一个反派 他从降生 然后到他整个环境 给他安排的一系列的经历 最终把他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人 然后他其实也就是说 没有太多选择 然后最终呢 也误入歧途 然后并且就是说 也是属于受到其他人的一个蛊惑 然后最后做了坏事 然后他怎么办呢 他想整死他自己 就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云哥非常理解 因为这个就是属于云哥 前半生大致的一个状态 是吧 来自云哥来讲 从云哥出生 身边很多人就说了 你妈是第三者 你是私生子 是吧 你的存在 侵占了其他人的生存资源 然后你爸 他出轨了 是吧 你的存在就是一个错误 有很多人都跟云哥 说过这样的话 所以呢 就是说过这种话的人呢 那我怎么办呢 我能不能一刀把他杀了 不能 我只能是怎么样的 就是远离他 不来往了就可以了 对吧 那么在他们很多人眼里 就是说像我这种人 你出生什么都不用干 你什么都不用干 就是一个坏人了 你就已经是处在一个不义的这么一个局面了 很多人说孩子是没有错的 怎么怎么样 那玩有错没错 那没办法 像我这种人 我一出生就很多人 一堆人就讨厌我 就觉得 是吧 我 你就是破坏了别人家庭的罪魁祸首 就是这样 那你说我怎么 我怎么 我不活了 我死去 你说死去吧 也 也不是个办法 是吧 还是活着吧 活着怎么活呢 那这从头开始吧 对吧 然后呢 就会有很多人 也会就是说带着这样的眼光来看我 那你凭什么呢 你凭什么你就 啊 他而皇之 然后你就 你想你想想怎么样怎么样 你就无所谓这种状态 所以说就这样 就是像我们这种人吧 就属于在社会的一个变革时期 然后呢 在就是身不由己的这种状态 然后就被推向了这个生活的这么一个位置 那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对吧 所以对于云格来讲嘛 就是处于从小就精神状态就是很空虚 然后呢 甚至已经可以说处于这种 就是常年心态爆炸这种状态 已经不是说一天两天了 就这种 就这种诅咒吧 就感觉跟你一辈子那种感觉 所以说对云格看来 反变这个角色对我来讲 反倒是代入感很 代入感很强 就这个角色 我一看到他 我就感觉看到我自己 是吧 那怎么说呢 所以说很多很多人 他你们不你们不能理解 因为你们正常家庭生活的这种状态 所以说你们就觉得啊 我这个正常家庭这种状态 然后所有人都应该像我们这样 然后你们但凡表现不是这样 你们就 是吧 不应该错误该死 是吧 就这样一种状态 然后 你们不理解 你们不理解 你们当然不能理解了 因为你们没有经历过这种 就是说 可能比如说什么父母打成一团了 然后 是吧 自己呢 没办法 没缴着去了 没地方住了 然后就自己一个人 哎 到边溜达 你像今天晚上哪去呢 哎呀 肚子又饿了 没地方吃饭 是吧 这种状态 你们没有经历过 所以你们不懂 不会理解 就是说 这个社会还存在着很多 就是可能 就进入这种不良的这种社会生存的这么一种氛围之后 人没有办法 然后逐渐的就变成一种状态 那么原神呢 通过这种方式把类似的故事展现出来 然后很多人就不理解 然后跑到网上 我黑化了 我去骂 哎呀我要 怎么怎么样 通过这种方式 我达到一个控制 改变他人的这种目的 哎 因为看来 你们让我来说 我不想说 因为 就是我已经说过了 人和人是很难互相理解的 因为每个人都没有经历过 对方的那种生活 没有经历过 所以互相之间是不会懂的 怎么懂呢 怎么懂呢 你 对吧 你就是说很简单 有很多这种年轻这种孩子 从小还有父母都在 然后家里边就是很温馨 是吧 他不能理解当父母在家里边互相掏出刀来完事之后 窝窝喊天打摔摔完一地之后 你没有办法是吧 那种场景的那种震撼 你不会理解 然后所以说 就是中在人心中那种恐惧 然后随着这种记忆去长大 然后再就会觉得啊 别人 他是吧 他是怎么样的 这个就是不能不能互相理解 怎么理解 谁理解 对吧 所以说你这些散兵 他这个角色 哎 他从 是吧 被制造出来一个机器人 然后哎 别人给他输入指令 他去杀人了 是不是 那这么一个状态 那你说他就该死 现在这个这个人物 他现在他就该死 是吧 那怎么说呢 原神也不是我做的 我觉得就很简单 这样的情节 你接受 你就接着看 你不接受 你就退坑 对吧 你就把这个游戏删了 对吧 对于我来讲 这样的情节 你说我接受不接受呢 我压根就不去考虑这个事情 因为我玩这个游戏 我就是为了简单放松一下 轻松一下 然后我要挣钱 对吧 我要直播 我要交朋友 然后哎 有老板给我转钱 是吧 让我去打打这个号 我今天就有这个饭吃了 我剩了点钱 我可以花个十几二十 我上 是吧 网上买一杯 买几杯蜜雪冰城 喝点冰 大夏天呢 我舒服一下 就这样 我很简单 很简单 很低级 很低级的需求 就是我想活着 对吧 我已经没有别的什么想法 你让我去 跟你讲一下 这个角色 他就该死 米哈游 他这个公司该倒闭 我不觉得 对吧 就是我承认这个公司 这个游戏 他做了很多 不符合常理 让不符合人审美的行为 什么又一会儿龙溪夫人了 一会儿又治不好病了 那把其道这些玩意儿 无所谓了 对吧 不好看 我就不玩了 我真的是这样 就是说 我已经说过了 就是说云哥吧 唐尿病 对吧 江湖人生 唐尿病 唐哥 姓唐 单名一个尿字 就得了这个病以后 你的这个身体 已经不允许你去生气了 每次生气完了之后呢 人就会进入一种 头晕 然后啪 那就动不了了 那种状态 随时感觉自己就快死了 那种感觉 所以说我现在生气 我只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是把这个气 反过反过来发泄出来 第二个选择是什么呢 那就是眼不见心不烦 我就不看了 对吧 就干脆就不放在心上 要不然我就得死 我就这么一个身体 那你说让我怎么来看待这个事呢 你说我去骂吗 我去骂 原生策划 你们这个剧情写的太差了 然后怎么样 你们必须改 要不然我怎么呢 我死这儿啊 我还是说怎么的 没有啊 我改变不了 我凭什么改变 人家挣几个钱 我挣几个钱 我跟人家根就不是一个量级上的生物 可以说 是吧 从收入来讲 人就是属于数倍 甚至数十倍 数百倍 数亿倍 人碾压我的这样一个状态 我有什么资格去 要求他们改变吗 没有 没有这个资格 也没有能力 我只是一个什么 就是说很简单 我之于原神 就像是我家狮子趴在我家猫身上一样 在身上 吃两块皮蟹子 然后在这个猫身上待着 哪天被人发现了 然后直接就 直接就揪下去就撇了 是不是 就这么一个情况 我就像一只跳子一样 在原神这个猫身上 是吧 啃两口 吃一块 偷偷的 就这么一个情况 你们说让我来 带个节奏 冲一下吗 我冲完之后 到底有什么呢 你们当 你们能给我什么 对吧 你们能 点个关注 点个赞 评论骂一下 这个up怎么傻逼 没了 还有什么呢 然后 避站啊 给我发个 几十 一二百 稿费 要创作激励 仅此而已 有什么必要吗 都散了吧 去学习去吧 自己学学习 提升提升自己 是吧 找一找 你自己的使命 每个人都有你自己的天赋 找到你的天赋 找到你自己喜欢干的事 那这不是浪费青春吗 有什么用 最后能得到啥呢 你说你啊 我心情不爽 我在这喷一喷 我宣泄了 宣泄可以了 宣泄差不多了 骂完了 你舒服了 你爽了 你自己干点正事吧 对不对 所以对于很多水友来讲啊 我就之前我也很纳闷 你说我天天在家打游戏 不不就不务正业吗 很多水友说也不是 你做视频 哎 我们天天吃饭看个略 对吧 这也是一种 贡献 对吧 好 那我就做 对不对 那我是没办法 那你说我 出去找不着班上 只能在家做这个视频 对吧 所以说米罕游 它也是一样的呀 他们 公司已经逐渐的 成长起来了 它就像一个怪兽 在源源不断的向前奔跑 那你说你怎么样 你能把这个怪兽杀了 你能勇者斗的龙 好像你也没有那个能力 对不对 所以说就这样 我觉得 去官号 冲吧 冲完了最后 看看能得到什么 我已经说过了 你们觉得你们 在官号底下冲 能冲来一个 1600元时的补偿 我再说一遍 那不是因为 你们冲而得来的 而是米罕游 自己做错了 所以他们发的这个补偿 跟你们冲 其实没多大关系 所以说你们去冲 去骂留言 最后都是 没有什么意义 没有什么意义 无理取闹 家族 对吧 那至于散别人这个角色 对吧 这个东西 我没有办法 以一个固定标准来说 是吧 咱就是说 中国也没有哪条法律 说不允许一个编剧 去这样创作一个角色 他干这个事 他不违法 对吧 所以说你只能说 以一个主观的角度 你去评判 然后你看 你还是那句话 你接受 你就接着玩 你接受不了 你为什么不像云阁一样 就推坑算了呢 对吧 我就说过了 如果没有水友 给我打这几百块钱 我肯定我就 压根 我就不会来 再打开这个原神 就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现在我打开了 然后我呢 把这剧情 里里外外 没办法 生活所迫 我把又再看一遍 但是我感觉 看完之后 不是你们说的 那个样子 就是我觉得 这个剧情 是吧 我把他当成一个 七岁以下儿童的一个 就是说 儿童片 来看 看完之后 我觉得很好啊 就是不需要 讲什么逻辑 就晚安 马卡巴卡 晚安 晚安 不洗滴洗 晚安 跑不拉几 不是 就是说 是吧 这个东西 他不需要什么逻辑啊 因为他本来 就是七岁以下儿童 看的这么一个儿童片 那你说 你非得要求他怎么呢 符合什么历史 符合什么 什么古往今来的 拉马七糟 这种逻辑 他本身 他就是童话呀 他哪有什么逻辑 他就是没有啊 对吧 那你没有必要去要求啊 然后很多水友就开始了 哎呀 你看这个剧情 一直是散逼人在这里耍帅 主角像一个傻逼一样 在这儿 哎呀 然后从天上掉下来 连风之翼都不知道开 哎呀我妈呀 他受不了了 是写的什么玩意儿 跑到我直播间开始说 已经不是一批两批人了 可以说好多人都来说 那我 那我怎么说呢 那可能 可能 可能是吧 主角让风吹的时候 忘开了 风之翼 当时脑瓜子瓦塌了 袖斗了 或者说还没等开封之翼呢 他就蒙了 是吧 像喝酒似的 迷糊了 这不管是什么吧 反正在云南看来吧 就 嗯 嗯 嗯 归根结底是这样的 就是说 玩原神的很多玩家呢 他想要制造一种 我有一堆后宫老婆 然后我最牛逼那种感觉 这些事呢 可以说 陈白进去 做到了 然后 明朝吧 也在往这个方向去做 袁神呢 他就不往这个方向去做 哎 他反过来 他要让 呃 这个 反别人来耍这个帅 然后主角呢 是一种梦圈 那种状态 可以说 嗯 觉得这样的故事叙述吧 其实这是一个女性事情 就是说 但凡一个男性编剧呢 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东西 就是说 男人就是很简单 就是我就是最牛逼的 你不用说那些没有用的 谁说啥都白扯 我啊 就是这个圈老大啊 大家都为我我牛逼 OK 这就是我要的 这就是男性思维 女性 他可能不是 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 我觉得这个剧情应该大概率是吧 编剧应该是女的 但是 我觉得女性编剧 既然写出这样的女性的剧情 那就随他吧 那他们愿意看 他们就写呗 是吧 我觉得就这样 我心情好 我看一看 我这心情不好 我就不看了 我都是有钱 我可能刻个几时 一二百 二三百 三五百 那我都是没钱 我就不刻了 我觉得这样很简单 归根结底 还是那句话 就是感觉单一 人就会痴迷 人就会痴迷 就是说 为什么这人这么痴迷原神呢 就很简单 可能生活实在是 太单调法位了 对吧 只有这么一种可能性 但是 我还是不理解 你说中国这么多游戏 最近英雄联盟更新的 什么新魔士 云哥玩的那家伙 干的 哎呀 嘶哈的 跟着他老爽了 啊 勇杰无剑也公策了 云哥昨天也玩了 打了几瓦 感觉也挺有意思的 那为啥就死磕一个原神呢 为什么 就是说深沉的爱了 对吧 就是说原神 他已经不是曾经那个样子了 对吧 我觉得他应该去把主角刻画的帅一些 强力一些 然后一群人的大哥是吧 大家都围着主角转这样的剧情 我说成败禁区好像就是这么写的吧 去玩 玩那个游戏就 原神他就想反套路呗 随便吧 你们骂吧 你们 爱咋骂咋骂吧 我感觉 跟我也没啥关系 你们别老上直播间问我 别再问我 这个黑流量我不想再吃了 我也吃不起了 行吗 我只在这摆和四十 这四块四十分钟了 去掉剪辑的时间 加吧加吧 快一个小时了 就说到这 爱咋咋地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云哥 咱们下期再见